大家知道欧阳娜娜是通过电影北京爱情故事 其实在这得到这个演员身份前 欧阳娜娜还是一名小提琴家 欧阳娜娜年纪轻轻就已经开了个人演奏会了 因此欧阳娜娜也被称为大提琴女孩 毕竟大提琴是欧阳娜娜的标志 如今欧阳娜娜活跃在综艺节目中还出演了不少作品 虽然因为演技质嫩遭到了网友的吐槽 但欧阳娜娜还年轻 相信欧阳娜娜会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会越来越好的 欧阳娜娜是一个十分年轻的阳光少女 穿搭走清新甜美入线 好看又不乏时尚 青春洋溢 活力十足 欧阳娜娜如今年纪小 但资源越来越好 欧阳娜娜现身综艺活动 居然穿一身睡衣就上台了 不过这套脸体长裤看着太像睡衣了 上面还铺满了卡通图案 多了点少女感 十分洋眼 欧阳娜娜如今越来越好看了 穿一套白色脸体裤上台 造型简约 但分外好看 还将头发半张 修饰了好看的五官 衬出了满脸的胶原蛋白 甜美感扑面而来 难怪穿衣这么好看 欧阳娜娜如今年纪小 穿衣服选了很挑人 这衣服也不再怕的 欧阳娜娜这身连体裤 各自高挑才能穿出高级感 欧阳娜娜虽然差了点 好在青春真的是无敌的 穿出了甜美 也很抢眼 欧阳娜娜的其他造型也很不错 一起来看看嘛 欧阳娜娜身穿黑色T 具配紧身长裤 脚踩小黑鞋 样式简约 却穿出了高挑的感觉 再手提一件外套 多了几分帅气 感谢观看